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显示 最近6年 其致力打击超级富豪逃税的行动 没有一宗个案被起诉或定罪 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格林 在国会向加拿大税务局提问时 加拿大税务局回复说 自2015年以来 对超级富豪进行超过6770次审查 并将涉及净资产超过5000万元个人的44宗案件 转交有关部门进行刑事调查 其中只有两宗最后交由联邦检察官跟进 但之后也没有做出任何起诉 国会议员格林因此认为 联邦当局避免追究加拿大最大的税务欺诈行为 反而致力查办在双层税制漏洞下 不交税的中小企业主 这个议题成为联邦国会议员 本周最关心的话题 众议院一个委员会 周二开会讨论税务局打击逃路税的问题 加拿大税务部长勒布蒂耶在会上强调 有关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但超级富豪有能力聘请顶级律师 超级税务专家用各种手段逃税 众议院财务委员会周二通过 新民主党财政事务评议员朱立民提出的一项动议 促请联邦政府就必满为会计师事务所涉及 英属曼恩岛的多家空壳公司和投资欺诈指控行为 对其税务规划展开公开调查 而早前有报道指 曼恩岛作为逃税天堂涉及许多投资欺诈案件 不少加拿大投资者将巨额资产转移到海外后遭挪用 加拿大税务局刑事征集处前总监梅尼耶表示 对逃漏税调查没有刑事指控跟进的情况令人惊讶 原因之一是当局缺乏资源 进行费用高昂又艰辛漫长的跨国诉讼 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严厉的非刑事处分 税务法庭虽然审理很多个案 但超级富豪能够聘请最好的律师 最终被定罪者寥寥无几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财政评议员罗伦斯发表声明称 交友广阔的富豪精英享受税务豁免 而普通加拿大人却不得不为生计忙碌奔波 他强调保守党支持实行公平的税制 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显示 最近六年其致力打击超级富豪逃税的行动 没有一宗个案被起诉或者定罪 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格林 在国会向加拿大税务局提问时 加拿大税务局回复说 自2015年以来对超级富豪进行超过6770次审查 并将涉及淨资产超过5000万元的个人的44宗案件 转交有关部门进行刑事调查 其中只有两宗最后交由联邦检察官跟进 但之后都没有作出任何起诉 国会议员格林因此认为 联邦当局避免追究加拿大最大的税务欺诈行为 反而致力查办在双层税制流动下不交税的中小企业主 这个议题成为联邦局会议员本周最关心的话题 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二开会讨论税务局打击逃流税的问题 加拿大税务部长纳布帝耶在会上强调 有关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但超级富豪有能力聘请顶级律师 超级税务专家用各种手段逃税 众议院财务委员会星期二通过 新民主党财政事务评议员朱利文提出的一项动议 触请联邦政府就不马威会计事务所涉及应述 曼欣岛的多家空壳公司和投资欺诈指控行为 对其税务规则展开公开调查 而早前有报道指 曼欣岛作为逃税天堂涉及很多投资欺诈案件 不少加拿大投资者将对额的资产 转移到海外口遭到挪用 加拿大税务局刑事偵测处前总监梅利耶表示 对逃税调查没有刑事指控和跟进的情况令人惊讶 原因之一是当局缺乏资源进行费用高昂又艰辛漫长的跨国诉讼 只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严厉的非刑事处分 税务法庭虽然审理很多个案 但超级富豪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 最终被定罪者寥寥无几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财政评议员罗伦斯发表声明称 交由广阔的富豪精英享受税务阔面 而普通加拿大人却不得不为生计忙碌奔波 他强调保守党支持实行公平的税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